市長蔣灣安在文化局長蔡詩平等人的陪同下 參觀參展業者攤位 有讓消費者體驗組裝的皮件 還有使用台灣廢棄漁網再生材料製成的眼鏡 以及用軟水泥材質製作的配件與手工軟造 上百種創意設計商品都讓蔣灣安感到相當驚豔 大戰每項產品都集聚創意 更結合永續與環保議題 剛剛一進來走了一圈 哇我真的非常的驚豔 看到這一次12個文創夥伴雕道任的參展 大家的產品設計真的每一個我都好喜歡 你真的要我選我還真的選不出來 要哪一個每一個都是非常的有創意 而且融合了現在我們大家很關心的有序的議題 好強調的環保 我想這一點真的是台北的驕傲 臺灣的驕傲 其實我們新市府團隊上任之後 非常重視文創產業的推動 所以今天得知我們即將有一個團要去日本東京 參加這樣的一個大型社會 當然因為過去疫情我們停了 但是我就要從2015年開始 連續五年都有參加 而且大家在這一 每一次在日本東京的這個設計展 都表現非常亮 總共好像有五個大手 然後我們的團隊都有得過四個優秀手 其實剛剛看了一圈喔 我覺得每一個包括我們用飛驅網做的眼鏡 那個戴起來很酷 而且那個材質喔 我自己是大進士 我有很多副眼鏡常常被我壓壞 但那個其實材質非常好 然後還有很多我們非常具有設計感的背包 然後都沒有紅線或接合的地方 DIY就可以自己組合強調的環保 而且非常好看 然後還有包括很特別 我一看以為是一個石頭 但其實它是手臟的 然後另外非常多 還有一個很特別 我知道原來喝酒口感要好 搭配洗衣 很特別 然後不管是還有水啊等等 都非常的精緻 所以當一路過過來 非常多的產品都讓我非常喜歡 所以這一次我相信 我們十二支隊伍到日本東京 一定可以大放光彩 台北市文化創意產業扶植計畫 自2013年起以 Taipei Koners台北創意生活館 帶領國內文創業者參加國際性展會 今年台北市文化局長蔡詩平 將率領12家文創品牌業者 組成台北文創領航代表隊 前進日本參加日本東京設計商品展 展開一場台日文創產業交流的美好遇見 這一次我特別請蔡詩平局長當我們的大隊長 帶領大家到日本東京 那我相信這一次我們一定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會長平台 彼此的交流學習 那一直以來我們除了推動文創產業的發展 而且我們的一個理念 是希望用文創為基底 政策為主軸 設計與媒介 然後科技作為一種工具 那我們是以環境永續為一個導向 我們希望能夠朝這個方向 來協助我們所有設計界以及或專業界的夥伴 各位都有非常豐廢的創意 那我也希望在實際面 我們是否可以協助各位 不管在各項的資源 經費的溢注 人才的招募 我想這些都是大家實際面臨到的一些狀況 困難 我們台北市政府一定竭盡所能的給大家的支持 這次參展的12家品牌展出創意文具 生活品味居家美學以及風格配件等 超過100項創意設計商品 呼應美好遇見主題 強調以品牌傳遞永續理念 詮釋專屬於台北Conus的風格品味 我們是用低碳排的PPU皮革做包袋 然後我們主要也做了一個組合式的一個概念 在這裡面來講我們的大包小包都可以自由去組合 並且可以依消費者的使用方式 去決定自己身上攜帶的商品或空間的大小 過去在做舊型的PU的時候 它是用濕濕或乾濕 它都會造成水污染或者是空氣污染 那我們這次其實是做了一個 跟廠商一起共同研發的一個配方 然後是PPU 那是一個比較環保的製程 它可以再減少空氣污染跟水污染的排放的產生 我們品牌主要做的是軟質地的產品 那用衝突美學的概念貫穿我們品牌所有的產品 視覺上看起來堅硬粗糙 但實際上使用卻是柔軟質地的實際好用的產品 譬如說這個是軟質地的手工罩 像一顆岩石斑一樣的軟質地的手工罩 但是它卻可以很好的清潔 有溫和的洗淨力 是弱酸性的酸鹼質地的手工罩 主要我們品牌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從材料開始去做研發 從材料的源頭去進行設計 然後再到生產製作 那軟水泥的部分是混合了矽膠 橡膠水泥砂石等不同的顆粒去做製成 那像這個罩的部分還是秉持著有甘油純水 但是我們特別加入了海藻膠的精華 然後去以及一些植物性跟礦物性的配方 做到這個罩的一個質地 2023日本東京設計商品展 將在7月19到7月21日登場 台北Conus展區還首次運用3D技術導入AI系統 將台灣著名指標101大樓 與台北藝文場館導入展區空間 更透過AR設計展現商品 增加買家對產品的資訊了解 也看見台北市的文化創意魅力 記者臨席會台北報導